你不能走 你不能走 爸 你不能走 你已经答应做这台手术了 就算失败了 也没人怪你啊 把你妈也叫了你 她应该知道你在做什么 你也这样 你就得自己背着 你怎么说话啊 你怎么说话啊 你是不是也想叫我给你老情人做手术啊 让儿子来求我 想求得我的同情还原谅是不是啊 妈 妈 你干什么 起来 你以为她来求我 说明你心里还在想着她 我没有 好 不管你信不信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能不能救好这个人 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可对儿子却不一样 李珊 快告诉你爸 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爸 我只想安心地离开 这是我唯一的愿望 我看苏宇不是说了吗 方英山呢也做了不少努力 现在的情况就是只有小路蒙在鼓里 咱们呢只能好好商量商量这事儿到底怎么办 哎呀什么都别说了 反正我不能让他们俩在一起 不可能 阴谋 这里头肯定有阴谋 如果没有阴谋 那就是老天爷在惩罚我 妈 你先冷静点 这件事儿还没你想的那么严重呢 给我闭嘴 什么叫还不严重啊 你到底怎么想的 你是姐姐 你妹妹做这样的事情 你都不拦她一下 你就眼睁睁着看着她往火坑里跳啊 是不是 行了 姐姐 咱消消气啊 消消气 是小路 喂 小路 你先别哭啊 出什么事儿了 方英山不见了 我找不到她了 小路 你先别哭 你在哪儿呢 你们到底陪着我再搞什么鬼啊 好 那你先回家等我 我马上就到 路上注意安全啊 怎么了 方英山失踪了 小雨来了 小雨 你可来了 你看你妹妹的那 跟招了魔症似的 关在那儿一句话都不说 回到家就跟傻了一样 你妹妹没跟你说什么吧 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 因为她从来没有这样过 她有什么话都跟你说 你帮叔好好问问她 到底怎么了 行 叔 奶奶爷爷 你们也别太着急了 她没什么事儿啊 我过去看看 还没联系上呢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特别难受 先睡一觉吧 说不定明天醒来的时候 她就出现了呢 姐 她是不是跟你说什么了 我现在回想起来了 我觉得她这两天都怪怪的 还要我们去商场 为什么会那么巧就碰到她了呢 我真的不知道她的事儿 那为什么会那么巧 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无法解释的 也许是天意呢 我只想告诉你 一个男人消失得那么坚决 她一定下了很大的决心 她为什么要躲我 小龙 就算你把她找回来 你能收得回她的心吗 很多事情是不能强求的 我没有强求 我真的没有强求 我只是不想再莫名其妙地被人抛弃 我要求得不多吧 的 她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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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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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你懂感情 你现在敢从这儿出去 我就一头状势在你面前 妈 你别闹了 你让我出去行吗 你要我收来 你哪儿也不能去 把手机给我 我跟她说 妈 这电话不是小璐打的 是她姐 小璐离家出走 我到现在都没回来 我求你让我去找她行吗 只要我看见她安全了 我什么都答应 我一辈子不跟她联系行吗 我一辈子不跟她联系行吗 万一帅 你怎么 朋友的车 怎么样 有消息吗 一月 朋友家都找过了吗 全都找过了 谁都说没看见他 他说他会去找你的呀 我已经断除了 跟外面所有的联系 根本找不到我 你得好好想一想 小陆他从小就特别倔强 他说他找你 就一定会找到你 还有没有什么地方 是你们去过 你又没想起来的呢 在这等着 我知道他在哪儿 万一帅 法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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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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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鹿 小鹿 白神 小鹿 白神 白神 小鹿 小鹿 你没事吧 小鹿 你怎么那么傻 那么傻啊你 我大多都找不到你 我只记得你和我生活的幸福 所以我就在这里了 我好害怕呀 找到了 太好了 那你赶紧接你妹妹回家 我马上到啊 好 小鹿 小鹿 没事了 姐 真的没事了 方一山在山里把小鹿找着了 哎呀 你看这孩子这可怎么办你说 姐 哎呀 帮我请假 我要出院 姐 这不行 你现在这身体状况不能离开医院 你听话啊 我去跟小鹿谈 我马上去跟小鹿谈行吗 我马上去 不不不 我要亲自见她 我一定要见她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就等一个月 要是一辈子不接受我 我就等一辈子 杀孩子 看过 看过时光传缩期吗 看过 看过回到未来吗 讲的是 南初轩 坐着时光传缩期回到了未来 差点改变了 他父母和他的命运 承认醒醒 承认醒醒 我也希望 我们能有一个 是光传缩期 阿姨 是呀 杰鲁 慢点 来 把药喝 凉药苦口 不好 人性 少爷 你能不能 从今天起回来上班啊 我求求你了 这是命令 不是商量 我跟你说 有什么事情 我们两个人可以一起面对 但是你不许躲我 你知道吗 你发誓 你发誓你能不能做到 你发誓 晓鲁 我们必须好好谈谈 有点事物 你发誓 你答应我 完了 你给我爷爷奶奶说了 他们肯定好着急好担心 你快给他们打个电话 能不能自行 鲁花 三 八 太厉害了吧 姐姐 姐姐姐你怎么来了 省衣 是不是你把我姐叫来的 姐 我说吧 她跑不了的 快跟我回家吧 马合一还在家等你呢 妈都知道了 省衣 我跟你说啊 今天我要把你弄肿退出 把你接手给我妈吧 好不好 好不好 家里人还等你开会呢 开会 开什么会啊 姐 为什么不让省衣来呢 你知道吗 她冒着那么大雨去山上找我 还一路把我背下来 说明她很在乎我吧 本来我还想着要怎么惩罚她 刚回来我一想 她对我还挺好的 所以就散了吧 妈 姨姨 小璐 来 过来 坐我这儿 妈 我是不是要先承认她错误啊 小璐 那个方衣衫对你好吗 挺好的呀 有妈妈 姐姐 姨 你 还有所有的亲人 都对你好吗 都对你好吗 没有 没有吧 当然没有 小璐 妈妈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什么事吗 什么事吗 小璐 你知道我们家为什么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呢 是吗 是你爸爸 因为你爸爸的心被一个女人偷走了 他可以放弃我 放弃你们姐妹 放弃这个家 他要跟那个女人走 对吗 都过去了的事了 您就别提了 我也不想听 可是今天 可怜的孩子 知道吗 方衣善的妈妈 就是当年扰乱我们家的那个女人 是吗 你说什么吧 我知道 妈妈应该很早以前就把人的事告诉你 妈妈也知道 你对那个小伙子的感情 不可能 怎么可能呢 这 小璐 我也不相信这是真的 可她是事实啊 你知道方衣善为什么要离开你吗 就是因为她已经知道了这个秘密 知道吗 我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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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的 妈 你跟我开玩笑了 怎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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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真的 小璐 我知道你难受 哭出来吧 哭出来会好受一些 小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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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没事吧 小璐 小璐 你来干什么 一山不听我的圈找那个女孩去了 电话也不接 我不知道她在哪儿 老方 现在允许只有你的话她能听了 求求你 快帮我把她给找回来 方医生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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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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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 不是吧 晓鲁 晓鲁 我今天会让你妈妈咬我一下 晓鲁 这才是新病啊 晓鲁 还让你跑一趟 我实在是没时间 你看看 是这些吗 是这些 晓鲁怎么样 她烧得直说胡话 是因为淋雨还是别的 王医生 你怎么在这儿啊 晓鲁没上班 她怎么样了 我电话里不是跟你说了吗 她没事 告诉我她是不是知道真相了 我妈是告诉她了 什么反应 你觉得她会什么反应啊 再说她现在 就算怎么样 跟你也没有关系了 她会疯的 她肯定不会相信 我要见她 方医生 你不能进去 你要是去了 就前功尽弃了 你不知道吗 我是一名医生 我最知道这场兵对她 有多严重 我一再用不着你 六上青 快把她拉过去 我要进去了 方医生 晓鱼 你就让我进去看看她 不行吗 行了 既然小鹿不想见你 你得先回去吧 以前我一直觉得 小鹿是一个大胆烈烈 没心没肺的女孩 直到昨天我才发现她 心有多重 说实话 在感情方面 哪个女人的心思不重啊 好 你们两家的事情呢 我已经听说了 如果你是我 你该怎么办 离开 没有别的路了 我看这样吧 如果有消息的话 我让小雨告诉你 是吗 我就在这儿等着 你放弃好了 我哪儿都不去 妈 你去歇会儿吧 我来盯着 我没事 你去歇会儿吧 妈 这几年 妈也没好好陪过你们 今儿妈陪陪你们 来 知道吗 你妹妹从小就爱发烧 有一回她烧到四十一度 给我吓坏了 我也是这么 整整一宿地陪着她 第二天早晨下来 她特别小声地叫我一声 我这心一下就落地了 老花说得好啊 发烧好 烧退了 这人也就长大了 这人也就长大了 我已经出来了 我看啊 好 差不多半个小时以后 我到医院 好 一会儿见 拜拜 拜拜 小鹿 你醒了 想吃点什么我去给你做 小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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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心 妈妈这就去打 啊 放心 小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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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方衣衫吗 你叫她进来 我想跟她谈谈 我想跟她谈谈 好好好 那我们就放心了 怎么回事啊 小鹿今天晚上不回咱家住 住她姨那儿的 小鹿 小鹿从来没有练着凉袖住她姨呢 有事啊 这谁来的电话 哆嗦 她出院了吧 对不得了 可这是人家母女俩今儿团聚啊 你和一病人吃什么醋啊 再说 那是小鹿她亲妈又不是后呢 我跟你说啊 我这一肚子气你别招我啊 怎么了 你说什么时候打电话不成啊 非你现在打 等着孩子吃饭呢回来 饭菜都凉了 我热情 我热情 这还不行 真是 真是 他们俩在这块儿团聚 一回来住了还 妈 妈 别生气了 谢谢帮我 两家的事 你知道很久了 对不起 对不起 过去的事情 和你们这些孩子无关 我想跟你谈的 是将来 伯母 您愿意给我和小鹿的将来 一个机会 对不起 我知道 你为小鹿 为我们这个家做了很多 包括为他爸爸治病 你在努力地补偿我们 这我都知道 可是孩子 很多事情是不长不留的 很多事情是不长不留的 你也应该知道 你和小鹿的事 不可能 替我谢谢方教授 小鹿父亲的病 一直是赵院长在治 所以就不麻烦他了 啊 你也不担心 穆姆 这是让伯父醒来的唯一的机会 我当然知道 可是就算他醒来了 他看到小鹿这个样子 他 他也面对不了 好 小枫 就让我们两家的纠葛 到此为止吧 伯母这是两码事 不管我跟小璐 最后能不能在一起 伯父的病 我一定要给他治好 这是我答应过小璐的 而且 这也是我能为他 做的最后一件事 您去让我们治下去行吗 方一人 你是个好孩子 小璐也是个好孩子 可惜你们都生错了家呀 联系列室 成练 扶植 成统 成统 妈 妈 是我 小璐呢 我觉得小璐有点不对劲 你过去看看 怎么了 妈 姐 对了 妈 一会儿我就不送你去医院了 不然我该来不及了 我要是迟到 你又得扣我奖金 走了 姐再见 妈 拜拜 妈 拜拜 姐拜拜 走了啊 拜拜 拜拜 方大夫总 早 住院部张护士长 请速到护士站 住院部张护士长 请速到护士站 早啊 小璐 早啊 上班啊 我今天不上班 一会儿去办公室敲个假 去吧 吴院长 请速到护士站 吴院长 请速到护士站 你怎么样了 听说 你发烧了 你看我脸色这么红润 像发烧的人吗 白痴 看一看 这个报表错了 还好正常 你这两天跑出去消耗太大了 妈 你可得好好养着 下不为力啊 小璐 干嘛老是在妈面前撞啊 瞧您说的 我在你面前撞什么呀 你心里的痛 妈能感受到 可妈妈现在在你身边呢 你干嘛非得一个人扛呢 有什么大不了的 不就是忘一个人吗 那还不容易啊 妈 以后啊 我一定给你找一个 特有面子 特有学历 特好 高规格的女婿 怎么样 妈 我还有事 我先去上班去了 去吧 养着啊 好了 姐 姨 你们俩来 对了 姨 你可别气我啊 我这可别气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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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什么情况啊 看样子不是装的 你们说 她是不是受刺激太大 变得不正常了 倒是有过这样的病例 说是这女孩在这个 恋爱当中受刺激太大呀 甚至可能会不清楚 然后做一些反常的举动 那 那小璐应该不属于 我倒是觉得呀 小璐她是在骗自己 她现在这样若无其事的 其实她是在掩饰她内心的伤痛 妈 我也尽力 我了解她 你们啊 也别太担心了 你们两个人看住她 不能让她出事 怎么会做 你 就是乱 我去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 老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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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老爸 我的脚 老爸 这中文小吃点什么样子 烤鸭 火锅 粮饼 吃豆腐 要不是三味或者披萨 什么都想吃 你吃得了嘛 行 你想吃什么 老报答答你去 瞧你的头 您真苦 走 下车 小姐 坐好 把安全带计号 有电话 你好 怎么了 有什么事吗 没事 妈 就是有个朋友 好几天都联系不上了 我也不知道他干吗去了 看你那心事重重的样子 肯定有事 你们这些孩子 什么都瞒着我 不告诉我 小语 你可不能像小鹿一样 妈 您别太担心我们俩了 小鹿也会好的 就是需要点时间 说得清净好 那么深的伤 得多长时间呢 我先没想到 吃了 下午 到二点 下午 又 点 下午